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桥居印尼没有护照 没有身份 因为我们中国出生是印尼 我们不是印尼直体有没有办法 帮我弄成一个假出生寺和假的护照 结果野上官非被逐出境 我就被捉起来毕业监狱里面 这是我的笔证书 是被人赶走 曾经有犯案纪录 又是华裔血统 竟然成为加拿大国防部的部门主管 主管国防体育部 反非等 客指等 可以说我做梦 都不会梦想到我有这样的机会 21世纪是一个高科技的年代 加拿大作为一个先进国家 高科技的产品已经遍及国民每一个生活层面 由个人的日常用品 以至国家的防卫系统 都充分显示出加拿大要研发尖端科技的决心 就以军事国防为例 加拿大国防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就成立了研究发展部 这个部门希望透过研发先进的科技 令国家的防卫系统更加先进和完善 研究发展部门曾经有几个重要的研究成果 1962年 加拿大首次将人造卫星放上太空 是继苏联和美国之后 第三个拥有自己卫星的国家 1985年 加拿大开始与美国合作 共同发展互联网的科技 现在 加拿大国防部 一共有七个研究发展中心 分布在全国不同的城市 梁飞生博士曾经在国防部的研究中心工作 负责多项重要的科研项目 1975年 入国防部 开始第一个工作是非常要教的 两年之后 我就联系统 后来 我就联系统在GPS 国防防卫系统系统 梁飞生博士在国防部任职多年 工作表现却远 他由组长一直晋升 最后成为了部门的主管 不论是美国 或者不论是英国 我可以用一个VIP的身份 非常重要的人 我可以去很多很特殊的机构 很特殊的地方 是因为我那个位置 不论是美国 我可以代表加拿大政府 是很多床面 很多不论是北第三人的英国 我出席很多国防卫会议 第三个第一次 是德国统一之后 可以在本联合会里面 梁博士曾经代表加拿大 出席世界各地不同的国防科研会议 和全球多个国家共同攜手 促进世界和平 他所付出的努力 令到他获奖无数 他曾经得到加拿大国防部 所颁发的特殊贡献奖 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国航太空咨询委员会 所颁发的贡献奖等等 有一次我请了北大西洋公约国 我们组织的资深的代表 是阿特拉开会 那次开会就是外交部开会 我是加拿大首席代表 梁飞生在1946年 在中国厦门出世 父母都是知识分子 他在家排行最小 有五个哥哥姐姐 出世没多久 他爸爸就离开中国 去到菲律宾从事教育工作 而妈妈就留在中国 照顾六个小朋友 生活都算不错 可惜到他三岁的时候 中国的政局出现了变化 父亲1946年 我来到菲律宾 他就觉得中国会有来战 他很多时候就写信 告诉我妈妈 最好你应该怎么离开中国 那时候我妈妈就写信 便会留我爸爸 你自己一个人在菲律宾 你怎么叫我带六个小朋友 加上朋友 寄托两个小朋友 我怎么带八个小朋友 离开核门 但是一直到1949年 我妈妈 等到解放军已经是百万红军 到江南下 已经打入福州的时候 我妈妈才是紧张 觉得应该离开 当时的人要离开中国 一定要领取出警证书 但是因为内战一触即发 很多人都想着离开 结果申请出警证书的人非常多 当时梁飞生的妈妈 正在长长的人龙牌队轮后的时候 一个军人突然向他打招呼 原来我父亲的学生 当时是做军人 他看到我妈妈 后来就小声 就跟我妈妈说 你这个牌队根本就不可能 绝对拿不到证书 你可不可以信得过我 我可以进到后门 帮你拿到证书 结果一家七口 和两个寄养的小朋友 顺利拿到出警证书 当晚他们一行九人登上游船 准备前往香港 当他们在船上安顿下来 没多久就发生了一件非常惊险的事 有一些国民党逃兵弊将 他就要赶我们走 他说我们军人要用这个地方 请你们离开 我们就搬到其中一个甲板上的地方 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因为我妈妈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一安顿下来之后 妈妈就要带我们祈祷尝尸 突然之间 就有一个很大的爆炸性 有些炸弹打中我的船 打中的地方 刚刚好就是刚才 我们猫在那地方 所以后来 国民党的军兵 在那地方 就好几个死了 梁飞生和家人 先抵达香港 然后辰转再到印尼 爸爸也在同一年 从菲律宾到印尼和他们团聚 结果一家人 就以这个异乡作为他们的家 到了梁飞生17岁 准备要入大学的时候 他经过很大的挣扎 我也经过很大的挣扎 因为我不可以在印尼读大学 当时在印尼所有大学 你一定需要在印尼籍 才可以读大学 当时因为我们是印尼 是所谓的磨国籍 因为我们是中国出生 是印尼 我们不是印尼籍 所以后来就想到 有没有可能去菲律宾 因为我父亲以前是菲律宾 但是要去菲律宾 最简单的一件事 我一定需要一本护照 那时候就 决定去找旅行社 看有没有办法 帮我做到一个假出生字 和假护照 当时有些旅行社 不知道是帮你买船票 或者是飞机票等等 假出生字和护照 它全部去包办 旅行社很有把握 一定可以拿到 所以我飞机票去菲律宾 读书去菲律宾 去菲律宾大学的申请 全部都已经搞定了 在等一本护照 有一两天旅行社 告诉我 星期四 你可以拿到护照 所以我就去移民局 想不到 去到移民局的时候 有几个便衣 警察在那里等着我 所以那一晚我就 没有办法回家 那一晚我就被捉起来 去到监狱里面 当时梁飞生可能会被重判入狱25年 好幸运地 他只是在监狱里面逗留了两天 就获准保释 之后他就要面对为期两年的诉讼过程 有案件的时候 我没有信耶稣 但是 因为走投无路 那时候我就 有去教会 比较劲力的去教会 但是我每一次去教会 我坐在教会最后 为什么呢 因为 罪会未完之前 我自己一定走人 但是竟然有一次 所以 我要离开 那时候 那个教会有一个执事 他就追上我 他说 梁飞生 梁飞生 我听说 你出了提示 是吗 你知道当时 在这件事 我有这样的案件 我不会跟别人说 但是他知道了 他就通过他帮忙 才知道 如何接触 当时的法官 透过这个教会朋友的帮助 梁飞生 被裁定 触犯一项 较轻的控罪 获得轻盘 他不需要坐牢 但是就要离开印尼 他就给我 很多时候 我说 这是我的笔证书 是被人赶走 正在前路茫茫的时候 梁飞生 竟然有一个 留学加拿大的机会 当时已经移居 加拿大的姐姐 愿意全力资助她 到温尼泊读大学 可惜她仍然未能解决 没有出过护照的问题 所以我就去找加拿大领事馆 我就把自己的情形 跟领事馆说 他说 年轻人 你可不可以两个星期之后 你回来 我们帮你 想一想 怎样帮你 所以我两个星期之后 回去 他就告诉我 在你这样的情形之下 你要明白 你要来加拿大 一个中国人 你当时 你唯一的护照 是要台湾的护照 就是要中华民国的护照 因为加拿大只承认台湾 就是中华民国 他不承认大陆 结果梁飞生透过在菲律宾的领事馆 拿到台湾护照 但因为当时印尼和台湾的关系恶劣 所以护照不方便寄到印尼 最后梁飞生决定将护照寄到香港 计划当他过境香港 转飞加拿大的时候 香港的亲友可以在机场 将护照交给他 我拿到这张文字 另外由加拿大领事馆 帮我申请到入境香港的签证 入到香港 应该正好问我 你的护照在哪裏 我说我没有护照 我看到我亲友在机场外面 我的护照在那裏 他说见到我亲友 我说我的护照 你知不知道我的护照在哪裏 我的亲友竟然将我的护照寄给人家 原来在1965年9月 人尼发声政变 人尼政治很大的改变 以前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好 现在是跟台湾好 所以我亲友提过 就把我的护照寄给人尼 想着政权改变了 应该没问题 所以结果这个政会就是 sorry 48小时 你就要脱出香港 离开了香港 梁飞生去到日本 准备转机再到加拿大 但是因为没有护照 结果一直被日本的官员监视 直到他第二天 登上飞往加拿大的航机为止 那晚我是机场的旅館 我可以说整晚我发不了 为什么呢 我认为如果加拿大政府不收容我 我去哪里 所以我又是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可以说整晚我跪在床边 就求我父母的身 当梁飞生踏足加拿大温哥华机场的时候 他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 就是被移民局的官员拒绝入境 我就默默向我父母的神 不是我的神 向我父母的神祈祷 希望我父母的神帮助我 能够碰到一个可以联系我的移民官 经过移民官后 拿了这张篮子 是big problem 或者是小的问题 这个移民官竟然跟我说 no problem 没问题 哇 我拒绝了 于是没有问题 他说你知不知 我是两个月前 刚刚好有人来加拿大领事馆被调回来 刚好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时刻 他就站在我面前 顺利入境之后 梁飞生立刻要面对入学的问题 因为当时大学已经开了三个月 11月底 我先去 当时去Winnebaker Manitoba大学 注册的办公室 早已经关门了 幸好那个注册小组的人很好 他说好不好你去玩那个电影长 工学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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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样可以啊 我是说 我可不可以试一试 评读 他说OK 我们给点试 因为我两年是打官司的时候 那时候我自己自修读了一些书 所以11月被上课 都够得够 后来我第一年成绩都不错 当时我还报导做学家 到了大学二年级 梁飞生透过同学的邀请 开始参加大学的学生团契 就在一次的报导会里面 他深深觉得 耶稣基督一直掌管着他的人生路 到1967年1月的时候 就有一次报导会 那个传道人就很简单 就说到耶稣是十字架子 他说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作的 他们不懂得 突然之间 在那个时刻 神自己圣灵感到我 我就先明白到 我是荷兰光明 不需要坐25年间 两年官司 坐监坐两天 可以这样 顺利离开人来 没有护照 可以这样顺利入境 加上我小时候 已经听到父母说到 三岁本来应该死在林中国海 一段一段一段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愿意全心全意 为了我 父母的神 再不是我父母的神 那时候是变成我自己 神的主 神的神 成为了基督徒之后 梁非生在生活上学习尊重神 他一方面努力读书 另一方面非常热心 参与教会的活动 从来没有因为功课的压力 而放弃教会的生活 结果他得到神的祝福 以优异的成绩 完成大学课程 并且取得博士学位 未受洗之前 牧师送给我一段很简单的信息 尊重我的我必寒重 所以我信了耶稣之后 后来我就学习 很多东西我学习 尊重我的神 我看到当自己愿意尊重神的时候 我根本就想不到神 怎样害我 完成了博士课程之后 梁非生开始找工作 当时加拿大国防部有一个空缺 他就尝试申请 但在填写申请表的时候 心里面有很大的挣扎 那个申请表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你有没有犯过法 因为梁非生在中国出生 也令国防部更加审慎考虑他的申请 结果他一等就是一年 最后梁非生选择在电话公司工作 但在他上班不久 他就收到国防部聘请他的消息 我竟然跟国防部的贡献主任 我说对不起 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拼请 他们就问我 为什么你不能够接受 我说对不起 我不能够破坏两个条件 他们就跟我说 你知不知是败 如果你有十个拼请输 你就说yes to all ten 我后面挑选其中最好 我说 I'm sorry as a Christian 我会有问题 我不能够这样做 当时我做的决定是很辛苦 但是因为我看到 正经那个教训 我怎么可能违背我自己的承误 另外一方面我敢不敢相信 神不会做出事情 我在电话公司 后来做了十个月 那十个月是很辛苦 做了十个月 后来我写一封信 所以去国防部 我说我想come back 有没有一份工作 想不到他们马上又想 yes come back 梁飞生进入国防部工作之后 表现出色 他不单止有领导才能 而且处事公正 但是估不到 他诚实正直的处事态度 竟然得罪了他的上司 我那个supervisor就来 很直接对我说 大老板 he wants blood on the board 他要血在地上上 大老板决定 把你那个部门删除 你会被调去国防总部 在那个情人之下 我可以投诉 我可以投诉 但是呢 圣经很清楚救命 身烟在乎谁 身烟在乎神 結果神真的替他伸冤 梁飞生的大老板和主管 先后退休和被割职 而他就得到晋升 成为部门的主管 你想一想 从人的角度 17岁 图监19岁 没有身份 入到国防部 竟然可以 主管国防提供 如果我排队 或者我去申请工作 我都不可能排队 有我发的机会 因为国防部里面 还有很多很厉害的人 另外我这个黄皮肤 怎可能会被我 有那么重要的部门 因为我这个黄皮肤 有那么重要的部门 有那么重要的部门 唯一你的解释 不是我 是神的门 所以我很清楚 我这个17岁 做监 19岁武生 最后可以有那么高的位置 不是为了我 是为了要见证神子 是21世纪 20世纪 我们一样可以经历到 一个有真实的位置 所以最后 在7年前 神龙我提到退休 最后 多些机会 竞争神龙的动作 竞争神龙 很重要 我工作上的经历 可以说我做梦 都会梦想到我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从人去学到 我根本不可能想到 会有这样的机会 到不减 又在做梦 梁飞生博士一生全奇的经历 是他做梦都没有想过的 他还未相信耶稣基督那时 一件一件不尋常的事 已经在他的生命当中逐一出现 后来当梦飞生相信耶稣基督 将生命主权交给他的时候 他就更加经历到神所许下的承诺 由以优异成绩完成博士学位 被加拿大国防部聘用 工作上的起跌升迁 到最后成为研究发展部的主管 梁飞生博士都经历到 耶稣基督奇妙的带领和帮助 在你的生命里面 都同样可以经历到 这位奇妙的耶稣基督 只要你愿意相信他 接受他成为你人生的主宰 你的生命就会不在一样 请你现在致电恩雨生命热线 或者登上恩雨之星的网站 和我们联络 愿神赐福你 你永远都爱着我 最多 一恨我 得真正自由 风热在于心猫 无人可他 痛痛可大疾 鞃哲哲 shut 我说我幸об有 一生已足够 就有地2015 updat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